那个教学论坛里面 一样在我们网络里面教学论坛里面 那我会把每一次上课都放这边 所以呢你们回去 第一次上课第二次第三次 那都会在这边 另外的话如果你有加进来 那就是可以看到这个 如果你没有加进来 当然你就没有办法看到这个清单 那我会把它贴一个完整的影音 然后另外的话呢 就是上课 每一次上课大概上哪些内容的 就是section的名称 那我会每一次的 反正就是做什么我就把它贴 其实我想应该 每一次上完课基本上 其实就是一个还算蛮完整的 算是什么影片的 等于一个线上教学 对不对 那其实这个还蛮不错的 因为每一次我上完课 就是一个完整的课程 所以我回去的话 我自己也会看 为什么要看 因为我看我自己上一次上课 有没有上的比较 稍微还可以改进的地方 所以我其实还蛮那种吹毛求疵的 而且会尽量希望把课程越上越好 越上越简单 所以每一次每一次都会有不一样 这样的话基本上 至少我觉得对各位成效也会比较好 而且应该对大家有会比较有帮助 所以听那个工作人员讲说 那个第一时间你们报不上的话 应该就下一次就没有机会 因为一下就满了 而且听说已经报一百多 一百多还在 也报不进来 没办法 这种课程 那我现在的工作其实 所以会太多了 所以我现在的情况是 我课太多 都把基本上都拒绝掉比较多 现在基本上就尽量 所以你们看我部落格 除了有工作之外 也有娱乐 也有旅游 因为刚刚我看一篇文章说 其实为什么要去旅游 其实主要原因是怕会有遗憾 因为 真的啊 如果你这年 不是说等到老的时候 退休之后再去 第一个你体力也不行了 第二个的话 可能你想去的时候 或许又有什么意外 比如像一年早逝这种事情发生 那就很糟糕了 OK 那所以呢 上个礼拜部分的影片 这边都有了 所以回去的话 请各位就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大概重点不外乎 就是把环境建置起来 另外 就熟悉那个Eclipse 比如说像那个字的放大缩小 还有编码方式 请你把它改成UTU8 也就每一次只要你重新 建一个新的环境 你都要去把这件事 做一遍就对了 其实说真的已经够简单了 那书本里面有提到 像你可以用Jupiter 不过那个我觉得不好用 因为在网页环境 很多时候你要做专案管理 就是一个大问题 另外除错也可能有问题 另外还有什么Spider 那我觉得也比较像玩具 可以用但是太阳春了 所以Eclipse真的是相对的比较 好用一些 那另外还有个什么Pytron 不过那个Pytron可能要付费 对各位来说应该也是另外 可能有付费的话就有问题了 所以那个就没有介绍 Eclipse目前应该最简单的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我们编码方式 这个修改另外转型 比如说转型 为什么要转型呢 因为如果说像你要Print串接 那如果它本来是一个数字 变成一定要用转换成自串之后呢 你才有办法做Print输出的动作 那其他的话还有包含就是一些 那个变数的形态 还有基本练习 那今天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接下来看 就是请各位呢 在开启那个 就是一个练习题 这练习题就是做一个 等于逻辑判断 那逻辑判断里面 当然呢 我们一般概括就是说 你可以分成一重逻辑 两重逻辑 跟多重逻辑 我自己概括啦 你不管哪一种语言都一样 以前我教VBA一样 那教哪一种语言都一样 那首先的话要解决几个问题 第一个 如何输入资料 输入资料 OK 第二个的话呢 如何让它做逻辑判断之后输出 所以我这边demo一下 假如说我今天的需求是这样子 执行它之后 我希望能够怎么样 看到请输入年龄 那年龄的话我就输入啦 比如说我今天输入的是16岁 他要告诉我未成年 OK 不过 这个部分 因为他没有无穷回圈 只会执行一次 OK 所以 如果你下一次要再执行的话 那你就要再run一下 他又run 比如说52岁 撞年 OK 然后呢 如果说呢 其他的话 比如说我输入一个 82岁 OK Enter 老年 那意思类推啊 那我逻辑基本上这样 第一个 就是 如果他的年龄呢 假如说是在18到30是青年 31到65是壮年 那以除此之外呢 就老年 所以首先的话 第一个 我们逐一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呢 我们要怎么样 输入我们的年龄 首先第一个 请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我今天要让使用者 输入一些年龄的话 第一个 我们假设先建一个 这个变数 那这个变数的话 名称叫H H 然后呢 后面如果你要请 使用者输入一些东西的话 那你就输入input 后刮壶 就打一个刮壶 然后呢 双引号 跟他讲说 里面的话呢 就是一些叙数 也就将来呢 你执行他之后的话 那他会跳出 就是说那个 一个叙数 那使用者知道之后的话 他就后面打资料 打完了资料的话呢 他会怎么 直接帮我输入到 前面的变数里面 OK 类似像这样 比如说我输入82岁 那他就接到了 不过特别注意 input input这个方法 特别注意 他得到的 里面记得 如果你输入82的话 input进来的 他会自动帮你转换成字串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今天没有转型的话 他就是用字串比对 所以怎么办呢 因为我今天输入 我后面要做 那个数字的比对 比如说比那个 比如满18岁 如果他 小于18岁的话 那我就是那个未成年 然后呢 刚刚讲青年是18到30 31到65是壮年 反之剩下来就是老年 OK 那逻辑应该清楚了 只是说我要怎么叙述 第一个 请各位注意一下 输入年龄部分的话 你可以转型 那转型的话 几种方法 我们前面讲过 你可以在外面包个INT 什么叫INT 就是把它输入的字串 你没有 inputs里面一定是输入字串 然后请你把字串 把它转成这个整数之后 INT 再丢给H OK 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 我要做逻辑判断 逻辑判断 if if什么呢 if这个H 假如说呢 它怎么样呢 它小于18岁的话 再加一个什么冒号 特别趣哦 如果你写VBA是Zen 可是如果你写Python的话 它是一个冒号 差别在这里而已 Enter一下 那你会发现 这个EvS很聪明 这边一定要一个Tab 为什么 因为Python里面 这个Tab视为程式的一部分 如果你没有按Tab 程式会发生错误 也就一接一接的 OK 阶层的概念 在Python是绝对必要的 它用阶层这个Tab 来取代像以前Java 打大瓜谷的这种问题 所以这边不用打什么大瓜谷 直接就可以 但是前提一定要按一个Tab键 那因为Equilibus很聪明 它就怎么样 自动Enter一下 如果怎么样 如果那个 它的年龄小于18岁的话 那我就Print 打一个P 这边的话 跟它讲说 这边是未成年 所以这边的话 我就输出什么 输出未成年 那这样的话呢 当然第一个 我就已经是所谓的一重逻辑了 OK 好 Enter之后的话呢 如果你执行 那当然你把这个叫一重逻辑 如果按确定执行 如果他今天输入16岁 一定会有未成年 可是如果说今天呢 我输入的数字呢 是20岁 他是成年 你会发现 他不会有任何的反应 就结束 为什么 因为这边没有在第二重逻辑 所以如果说我希望 两重逻辑怎么做 这个部分跟那个VBA有点像 你就打一个什么 打一个else 这边else 那VBA这样就OK了 可是在Python要多一个冒号 OK 差别在这里 Enter 如果怎么样呢 如果他这个地方假如反之的话 那我就把它执行成年 OK 这个是两重逻辑 所以你把它执行的话 刚刚20岁没有反应 现在会有反应 Enter 成年 OK 可是如果说我不希望 就这么简单的逻辑 我想再复杂一点 就是18岁以上 到30岁叫青年 青年 不过我觉得好像现在 为什么应该 应该年龄应该拉高一点 好像30岁以下 好像都感觉还像 还不知道 老朋友 这我开玩一下 所以反而甚至那个年龄 70岁现在还有很多都 还蛮年轻力壮 因为我这一次 从日本 发现一个状况 就那个就故障忘记 结果那计程车司机 我一看他年龄 大概有70岁了 他还在开计程车 而且其实还开的还蛮不错的 因为这一次 我能够回来多靠他了 因为他真的蛮拼的 拼到那个机场 所以其实 而且那个人口老化也蛮明显的 那日本人到时候都老人 可能因为他们连续7年 已经复成长了人口 可是台湾好像从明年 还是在后年开始 也都复成长 而且复成长速度 甚至比日本还快 OK 那所以这边的话 假如说我规范一下 如果说呢 我这边要改成多重的话 特别说 如果要多重的话 特别注意 如果我今天希望 如果小于18还是未成年 但是中间会多个7年 7年的话怎么加 你就打一个L 不过其实你会发现 Ecapers还蛮聪明的 你打一个1 他就自动会给你了 其实就L if 有没有 那L if什么呢 后面空一格 那我要介于什么 18岁 而且等于 所以是大于等于18 空一格 第二个逻辑是and 而且 所以这边你要记得 这边打一个and 然后上个礼拜讲过 逻辑里面有Naz and of Naz比较少用 我几乎不太用Naz了 为什么Naz实在是让人家头很晕 就像这一次公投一样 如果你不同意什么的话 那就不要 反正就是一直在那边绕圈圈 最后到底是要还是不要 你最后还不知道要 要还是不要 因为他绕 所以通常Naz的逻辑 我比较少用 主要原因是 因为我不希望让逻辑太复杂 因为如果你连自己都看不懂 你自己写的程式 那真的是很糟糕的事情 所以逻辑尽量简单 那and跟over比较常用 如果说我要怎么样 大于等于是8 而且要小于等于 小于等于30的话 那我这边给他一个逻辑就是 按tab 特别叫一定要tab tab如果没有加就会发生错误 那这边的话就怎么样 把它复制一下 但是这边的话还要多一个h 什么东西 h如果小于等于这个h 之前有同学说 老师那我可不可以只有加一个 因为你会发现 这样好像也蛮符合逻辑的嘛 后面冒号要加一下 tab 特别注意哦 请各位不要自己用自己的想法去想这个语法 他一定要加两个 前面要一个h 后面也要一个h 虽然说你的想法是对的 但是他看不懂 就是有半个h ok 所以特别注意啦 你要学习的是学习他看得懂的方式 而不是用你自己习惯的方法 ok 所以特别注意哦 第一个逻辑 他如果大于等于18 而且小于等于30的话 那这边我改成叫青年 ok 青年 所以这边的话就是青年 好 那剩下来的话呢 还有什么呢 再来就是壮年 那壮年其实哦 你就不需要那么辛苦了 我的习惯是吧 把这一串哦 复制 复制我写程式的方法很简单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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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另外 拖拉加c c 这样就产生了 有没有 这种写法这种蛮快的 所以有时候会的话 真的写程式真的不用写很多 就是你就对的复制一下就好了 可是你要改要改对哦 特别想 复制虽然很方便 但是紧接着就是你要小心的 因为你的bug可能出在你复制上面 因为很多人复制就 改了一个地方 另外一个地方没改就完蛋 这边就要改哪里呢 改这边 如果他大于等于30再31 到65好了 65 那我们把它区分这个range 就叫壮年 ok 那剩下来的话 ok 壮年 假设吧 这个可能 我们大概而已哦 然后剩下来的else就是除此之外 那除此之外剩下来就老年了 所以这边的话 当然我们就是把它概括一下老年 ok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来试一下 所以执行一下 那你可以try一下 如果说我今天输入的是35岁 那应该落在哪里 enter 诶 撞也没 诶 没错 35 所以落在这个区域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假如说我今天输入的是19岁 那是青年 ok 那剩下来 当然你如果输入一个数字 90岁的话 那一定老年 没有问题 有没有 ok 那其他还有什么可以变更 如果你做完这一集哦 你就意有未尽 你可以改 请输入成绩 因为像我们VBA有做一集嘛 A B C D嘛 如果请输入成绩 那假如说他输入是80分 包含是A 你就print成A 你的成绩为A 然后如果他是70分到80分就B C 不几个就D的话 诶 其实这一集有没有 也可以改成 有没有 其实里面的话呢 可能把这个变数名称不要A 只要叫Score 请输入成绩 输入之后的话 诶 那就跑完了 另外的话呢 如果各位后面员一生有兴趣的话 其实哦 这边有蛮多东西可以练习的 就在云端上面有一个什么 证照考试有没有 考试题目其实跟那个 我们这样练习蛮像 我建议直接开双数 为什么双数 请各位用推想的 ok 那里面第一类 第一类里面的话你可以看到呢 他这边有题目 102题 他要做什么呢 如果你今天输入什么 他需要看到什么 哦 输入这个 他能够看到这样的结果 这个就就一个题目了 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相了解 后面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 我会再多补充一点 就是说有关证照考试题目 如果你没有兴趣的话 其实如果要拿证照 这个也是一个方向 那我把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就是请各位试一下 记得先按右键 记得在src上按右键 new一个什么 new一个新的module 那这一题的话呢 我取名称也许叫 最好是叫if 名称 我习惯是这样 就叫一个if 然后底线h 最好不要直接用h h的跟变数名称一样 干脆ifh 那finish之后的话呢 请各位就是再去输入这些程式 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主要是了解什么 了解那个逻辑部分 那逻辑之前会有input input 在python里面 他input就是一个字串 所以如果你没有转型的话 他要来来比对 就会发生错误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请各位注意一下 另外这一段程式 假如你一下记不起来的话 你也可以在云端白板里面 找到那个云端白板里面的 第二个单元 基础语法与结构控制 这里面的话呢 我也有把刚刚我打的程式 放在那个云端上面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重逻辑 两重逻辑 这边有 另外的多重逻辑 就我刚刚打的部分 请各位可以参考 上面的程式画面 然后试着输入看看 这些 这个逻辑判断非常的重要 因为未来 我觉得它重要性 大概就仅次于回圈吧 因为回圈里面 大概就会再加逻辑判断 两个加在一起 就可以做出很多的变化了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那 OK 试一下 那如果有些细节 实际上来不及记的话 可以再看一下那个 云端白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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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